我會推薦一些ETF的產品 亦是一個大的主題就是電動車 就是2845的中國電車 雖然是封鎖電車 但其實它包含著一些鋰電池 或者大家熟悉的比亞迪和寧德時代 當然現在來說大方向就是電動車的一個推行 最主要內地方面就知道 之前都向市場表明了 2030年就坦達峰 2060年年限中和 其實電動車這個市場 你見到內地方面都很積極去做這個部署 所以我想未來方面是整個結構性的改變的情況下 資金都會繼續流暖在這個Sector身上炒作 當然一個好處就是投放成本比較低 因為它說51手 所以也不需要動軌上十多萬去到入市 所以這些股份可以分住就少住去到吸納 當然若果你說近期都升不少的話 我都建議接近20天線這些位置 才考慮其實都不遲 因為始終作為一個中長線的投放 不需要過份高追 若果你說20天線大概是93附近 193元 若果你說中長線目標我就看遠一點 因為那種結構性的一個投放改變的話 我中長線就看250元附近 若果你說止蝕位就看177元 若果穿了100天線 你經常就要做一個止蝕的部署